电影中常常看到警察抓坏人 在紧要关头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高大威猛 武功又高强的人 把坏人第一打倒在地 接着啊 从容的掀开外套 拿出一个警徽 说自己是国际刑警 已经盯上这些坏人很久了 然后就把坏人全部带不带走 哇好帅的国际刑警哦 但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国际刑警吗 是的真的有国际刑警哦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CPO 不但真实存在 而且是全球最大的警察组织 也是仅次于联合国的 世界第二大国际组织 该组织成立于1923年 早期名为国际刑警委员会 总部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1956年更名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1989年总部签到法国里昂至今 目前拥有195个会员国 每年预算超过30亿新台币 最主要的职务就是协助成员国跨境侦查犯罪 根据章程呢 国际刑警组织强调其中立性 遵行国际人权宣言 并严禁介入政治 军事宗教和种族等相关活动 组织定有七个明确的警务目标 分别是 应付恐怖主义威胁 促进全球各国边境安全 保护弱势群体 保护网络安全 促进全球诚信 核治非法视察 及支持环境安全和永续性 国际刑警组织啊 拥有19个警察资料库 其中包含全球有关犯罪和罪犯的资料 像是姓名啊 指纹啊 还有被盗窃的护照等等 各会员国可以随时查询到这些犯罪的资料 同时啊可以利用一个叫做I24斜线7的平台 进行跨国间的警务联系哦 另外国际刑警组织拥有数座高科技的实验室 也提供会员国各种调查的协助哦 例如取证分析 并协助定位世界各地的逃犯 国际刑警组织最广为人知的 就是它的八色通报系统 各会员国啊都可以通过这个通报系统 请求其他国家对逃离国境的罪犯 提供警务协助 像是最知名的红色通报 就是请求各国拘捕并引渡通缉犯 每一张红色的通缉令 都会包含被通缉者的基本资料和叙述 像是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还有所涉及的罪名等等 绝大部分啊都至少会有一张照片 而且会标注头发 眼睛的颜色 等等的外貌特征 其他啊还有蓝色通报 是请求收集与刑事调查有关的个人身份 位置或活动的讯息 绿色通报呢是针对某人犯罪活动发出警告 认为此人可能会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黄色通报是请求协讯失踪人口 通常啊是未成年人或是没有办法识别自己身份的人 黑色通报是通报身份不明的死亡事件 橙色通报是警告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和紧迫威胁的事件 人员物体或是过程 紫色通报是寻求或提供有关犯罪分子使用的作案手法 物品装置和隐藏的方法 另外还有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特别通知 是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针对实体和个人发布的讯息 这个通报系统虽然对于打击国际犯罪有着极其正面的功能 但也被诟病经常沦为极权政府打击异己的工具 批判者认为被国际特赦组织或是人权组织 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很有问题的一些国家 经常会利用发布红色通报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逮捕并引渡意义分子回国 影片中有些小朋友可能不太明白的名词 都可以在影片说明栏中找到对应的名词解释哦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 别忘了订阅我们 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们 有够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